日系车现在牛逼不起来了 销量排行榜前50里边 日厂就剩一台悬业了 本田就剩CRO跟雅阁了 连曾经卖爆炸的飞度 摇头晃脑的XOV品质 全废了 唯一现在上桌还能冻块呢 就剩丰田了 看完销量排行榜 宝贝们 你们觉得现在谁上桌第一个冻块 评论区扣不出来 这两年新能源车 那发展速度那不能说是起飞了 应该说是爆炸了 买冒烟了 赶蹦起来了 尤其今年 从二月份价格上打到现在 那老车主开眼降价排行榜 那都得弃了一年不来 甚至有的二手车 从去年到现在一年时间 跌了足足30%起步 归根结底 原因就是新能源发展太快 产能拉满越来越便宜 以前谁敢想99,800就能买到中型轿车 以前谁想过13万多落地全款 能干一台丰田威兰达 谁想过15万以内全款 还能干一台凯美瑞 以前卖20来万的车 足足跌了30% 以前卖15万的车 不到10万块钱就能干下来 今年下半年可能不是草底新能源车的好时候 但是燃油车你真能研究了 下半年开始不知道有多少家车企要停产 要缩减产能 一大堆汽车行业内的从事人员 面临着被裁员 如果你们想买新能源车的 下半年我会陆续给你们分享值得干的车型 还有每天都在给你们分享新车二车行情 多方法我视频指定能帮到你 我真希望你们好 比我都好 祝在祝各位 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新能源可以不着急 燃油车该草底草底 买完车的千万别看董事弟将要排行榜 我盼气地蹦起来 如果近期想买车可以去董事弟看一下 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 让你买车不买贵